我没有太听懂 其实事业一开始都挺顺利的 但你们做工程会有很多三角战 也有很多三角战 是今年段了 当时因为最高峰 接起四千多万嘛 太太就跟我说 老公没事 我们还有一点点钱 我们去做点小生意 他有一天 我不是剩一点钱吗 剩七十多万 我朋友还我的七十多万块钱 他突然有一天 他拿着我的钱 就了无音讯 你说谁 我老婆 我老婆 就拿着钱走了 就什么都没跟我说 就连经营手持 所有的衣服都没拿 就拿着身份证 给银行卡走了 孩子呢 孩子也没管 孩子就跟着我 那出了什么事啊 因为当时 因为是这种情况 当时有一天 因为我们用着手机嘛 我都知道他用着什么手机 突然一天他在沙发里面 我看见他有另外一个手机 我说你怎么会有 另外一个手机 我就去看了一下 偷偷的 看见个什么 亲爱的老婆 人家 不是我发的 是人家发的 还去 这是很丢人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就看见 我就跟他争吵了 但是他不给我看 就这样子 他说他出去走一下 他就拿着 我以为什么东西都没拿 我以为他不会走 就拿着东西 就再也没有联系 到目前为止 四年多了 也从来没有给我 跟女儿一个电话 就这样子 不 就等于他情感出了问题 然后就 在你们争吵之后 就走了 你们也没有办任何手续 没有 也没有对财产 和孩子做任何的处理 没有 就杳无音讯了 这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他去了哪儿 也完全不知道 不知道 那他家人也不知道 他去哪儿吗 他家里面也不告诉我 但您的选择就是 我要带着女儿 继续坚强地活着 就是 是吧 谢谢 谢谢老师 所以您一上来就说 我这卖冰粉 我闺女也跟着我 我就想说 这闺女跟着爸爸卖冰粉 这个场景 虽然有一点点心酸 加上您的讲述 但还是挺温馨的 我听说女儿也来了 就是 今天女儿也来了 那咱把小女儿也请上来吧 好的 来 有请 你好 小姑娘 谢谢阿姨文好 哎呀 你好可爱呀 有一点瘦啊 宝宝你 我带着我吃 我都长不胖呀 是吗 那你这是气人呢 我们一吃就胖 你吃不胖呀 吃不胖 你十岁上几年级呀宝贝 我上四年级了 学习怎么样 还可以哦 我猜你就还可以哦 这女儿特别聪明是吧 她特别聪明 记忆力非常好 有没有当什么班干部呀 因为我是 哲学期财长过来的嘛 所以呢 我对大家也不太了解 大家也对我不是特别了解 所以我还没有当什么学生部的 那怎么四年级就转学了呢 因为爸爸要到处工作嘛 然后他每去一个地方工作 我就要转一次学 哦 那就得离开之前的小伙伴 对 那会不会有点难过 肯定会呀 我很享用他们 嗯 我都能感觉到你想他们了 那你会不会有点怨爸爸说你干嘛不能在一个地方呀 不会呀 因为他工作嘛也很忙 他也会东走走西走走 爸爸刚才一上场推着那个小车 卖冰粉 他说他也带着你是吗 对呀 你也跟着去呀 嗯 那你会吆喝吗 我会呀 我肯定会呀 那你吆喝一个我们听听 卖冰粉了 卖冰粉的 好吃的冰粉出炉了 再不吃的话就要没了哟 哎呦 那赶紧买哟 哎 你这么一腰会是不是叔叔阿姨哥哥姐姐都来买呀 对呀 那你们家这小摊的生意是不是还可以 嗯 哦 我们家的冰粉是非常好卖的 因为他还要唱歌嘛 谁唱歌啊 小宝贝 我鱼儿 哎呦 那你必须得给我们唱一个好不好 宝贝 好 来 听听我们可爱的小宝贝的歌 小宝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